根据中国大陆官方最新统计 近来南方暴雨、大风、冰雹灾害 营酿成33元死亡、12人失踪 中国大陆和香港媒体今天报道 饰演万人名成名的中国大陆女星陈浩 被传卷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铁南危机案 刘铁南已被免职调查 卷入的还爆发大陆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张宇 香港在今天下午4点左右 一辆轻轨列车发生出轨意外 列车在转弯时突然出轨 警方指出有40至50人受伤 中国大陆知名异议艺术家艾未未 使用超过1800个婴儿奶粉罐 制作一幅巨大的中国大陆地图 反映大陆对婴儿奶粉狂热需求所引发的争议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